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香港警方正式拘捕了正身會的董事 其中有四名董事被捕 三人在案發後正被通緝 包括正身書院校長陳兆卓 先跟大家說一下正身書院 正身書院已存在很多年 我曾經看了一些不知甚麼橫槍集定星期二檔案 顧名思義正身會的名字正身 就是幫助一些人重整自己的人生 大部份收留的學生就是泛國士 例如吸毒、打架之類 一般來說被這個社會已經放棄了的人 就會去正身書院讀 如果他們有心改過的話就可以更新人士 印象中香港就好像比較少這些學校 正身書院就比較 講為人知 一直以來大家知道做慈善 只有兩個結果 要不就賺不到錢 要不就好能賺錢 那你不要問為何做慈善 反而好能賺到錢 一般來說做慈善都是窮的 因為你是 正常非營利的NGO 當時這個日新哥哥就 跨下海口 說自己都想搞NGO 非營利的一些機構 想贊助香港藝術人士 當然最後當然只有一個講字 很明顯當時 日新哥哥這樣說都是為了推廣自己的MFT 現在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我們繼續講這個 正身書院 正身書院就隸屬正身會 正身會在香港屬於一個 非營利的機構 非營利的機構 非營利的機構有什麼好處呢 香港來說 首先可以免稅 免稅這件事 對一般人來說 都已經很明顯很有用 每年交稅都很厲害 特別對於大型機構 免稅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優勢 如是者我們繼續講 警方為何這次會選擇去拘捕人 原來 自2020年開始 這個正身書院 呼喚市民說這個正身書院經營困難 他說現在 剩下的資金 只是足夠 去應運5個月左右 2020年10月 呼喚市民加入一個 叫做正身助學計劃的 籌款活動 每人捐100元 當時他就說希望有30個 好像是300個 300個市民 如果說3000 每人捐100元 他的目標就是每個月籌款籌到30萬 繼續去營運這個正身書院 但是根據警方公佈 當時他的籌款數字 遠遠不止30萬 他就是當時的籌款數字 基本上是天文數字 基本上是收到的捐款 在2020年至2022年 分別是3年 收到的捐款分別是4500萬 3800萬 和2000萬 最新的 總共有100萬元的捐款 這個100萬元的捐款 當年他們說 正身書院是運營困難 你看到他們的裝修 都是很簡陋的 很明顯是沒有錢 其實沒有錢都一樣可以裝修 視乎你找些什麼人 當然我會介紹一些好的東西給大家裝修 但是這個居屋王 我們馬上去廣告吧 想裝修 設計 價錢 用料 預算 都毫無頭緒 居屋王的工程報價計算機 一分鐘就搞定了 輸入資料 再按索取報價 資料一目了言 再配合設計 選材 開工日期 高質素的裝修 搞定 這麼貴買家屋 裝修怎麼可以隨便 現在居屋王還可以用匯豐和渣打信用卡 提供最長36個月分期計劃 還快點來找我們 談談這間屋子想怎樣弄 看完廣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影片下方可以按進去 暫時跟居屋王的合作就來到這裡 看看他們會不會繼續 覺得這個效果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然我也沒有錢 我們繼續說回新聞 剛才說到雖然收到成億的捐款 但是 根據警方調查部的財務報告 正身書院 只是分別收到95萬 185萬和100萬 總共只有300多萬 400萬都不夠 沒有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都沒有 為什麼呢 你的錢去哪裡呢 根據警方調查 他說那筆資金有大量的 資金流動 甚至乎 當中轉移到正身會期下10個銀行戶口 以及 那幾個股東的私人聯名戶口 所以說他無法解釋 那筆捐款的用途去哪裡 這樣就觸犯了 稅務條例第88條 免稅條件的要求 就是這個慈善機構在該業務中獲得的資金 是要用來做一個純粹的慈善用途 及不得 這裡其中有一條款是很兇的 就是不可以 大量用於香港以外的地方 這個大量到底是指幾量呢 其實我就看這個文字上沒有說 但是其實 這條法例就充分展現了這個灰色地帶 即是視乎於這個執法者 怎樣去用這個條例 他就完全觸犯了這個 香港以外地方的條例 因為證新會在英國也是會有一個 分公司 嚴格來說香港才是英國的分公司 英國證新會是有一個 警方的調查所得就發現 這些資金就疑似流入了英國的證新會 提起英國 大家知道是 很多移英的港人 大家經歷過社會運動等等 很多人都移民了英國 但是大家知道去英國 就不代表你人生是重新開始 英國自己本身都窮過仆街 老實說 他們又搞脫歐 又等等 其實他們都 那邊 我不覺得英國是一個理想的居所 視乎你怎樣看 好 那就繼續說 很多人就懷疑 其實老實說 來到這個地步 警方怎樣才會做事呢 政府怎樣才會控告 來到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都感覺到我想說什麼 只有幾個可能 你到底是不是涉及到一些政治運動 是不是 違反國安法的行為呢 警察一定會做事 不管你有沒有做過 總之你明白 很明顯看到這件事 我都覺得只有兩個可能 要不就是這群人 貪了錢 要不就是他們肯定有支援過某些人 現在就這樣看 也有這個跡象顯示 他們支援了一些 逃離香港的二英港人 例如通緝犯 例如周庭 他們到底是沒有支援這群人呢 如果有的話 警方一定會做死你 而事實上 市民最關心的就是怎樣解釋 因為其實 說證新會 其實不可能沒有太多人知道 沒有太多人知道是什麼 但是說證新書院比較多人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證新書院 就好像一開始說 有一群幫助 一些學生的機構 很多人以為證新書院才是這件事的核心 但事實上證新書院只不過是基督教證新會的一個 旗下一個業務 真正的主公司其實是基督教證新會英國 所以那些錢是不是會流入到英國公司呢 這個就真是 不知道 因為如果就算是的話 我真的不理會你有沒有支援這些英國公司 單憑這個稅務條例他已經觸犯了 這樣也很糟糕 而且實際上很多市民捐錢 我相信都是 真的想幫助證新書院 其實他們沒有想那麼多 看到這群人 看到這群人 犯過事學生 肯改過自身 想更新 很多人都會支持 正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 他真的有心改過 我就讓他讀 這個機構 我覺得也有存在必要 但最後 根據調查發覺 原來那些 捐款的款項 只有 百多萬 每年 你收就收幾千萬 這就說不通 最多市民就是關心這件事 網上也有很多人罵這群正身會的人是PK等等 還有新聞報導者 老實說我也看不透這宗新聞的真寧 真實情況有多少 所以我也不敢網下判斷 我只能夠照新聞這樣說給大家 留給讀者們的 觀眾們的分析 你們的意見 到底是覺得這群人真是貪了錢 還是真的有其他原因等等 正所知人口面不知心 所以其實 什麼可能都有 為什麼 我不敢想住呢 我免得炒車 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內心就是貪 真的有這個可能 幾千萬成億 每人分 幾千萬都好 你看到錢的時候 可能當初你真的想著是搞善事 但是 當你整堆錢放在你的 整個戶口整堆數字 其實就是貪念這件事 不如我們拿點吧 是會有的 你給我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受不受到這個誘惑 老實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 貪了不錢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你說他們實際上可能真的是一個好人 可能去幫助其他人等等 那又會不會有呢 我不知道 我不熟悉這班傢伙 我不認識他們 我只能從最基本的人性 有貪念這件事 出發去思考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